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们SR经历过最大的挑战是在常规赛的第二局就面临了这个赛季的冠军情久 当时我们2比1落后 之后就翻盘取胜了吧 我觉得我们的队伍比别的队的心态都很好 所以说我们经常翻盘人家 我感觉我们的队伍身为很好 一个人在比如说吹牛逼的时候 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要鼓掌 然后剩下三个人要欢呼 然后对对对 我认为我们队伍氛围好 心态也好 整体都很团队 跟团队的配合 还有自身的实力有很大的提升 就国外的朋友挺好玩的 我们通过训练赛感觉都挺积极的吧 希望在比赛上赢到他 我们的目标是冲击世界冠军 希望大家为我们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